今天的追踪第一线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大陆山西是被大陆民众视为五岁大省 但是最近不五岁了 为了要赚钱为了一只猴子都动得起来 时间交给北京特派记者明珍 来山西旅游一定要按时吃饭 这是多年来山西人给外地游客的重要提醒 因为要是到了下午两三点才想起来要吃午饭的时候就会发现 大部分的餐厅都已经休息了 因为下午两点到四点山西服务员都得午睡 然而这雷打不动的作息近期却被黑神话悟空给改变了 大陆自制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总共是有36个取景地 那么其中27个都在山西 这也让山西一下变得非常的热门 尤其是和黑神话悟空相关的景点更是火热 当地的旅行社业者就说 订单几乎是每天爆满的 以前逛云岗石窟时经常可以看到随地睡觉的人 景点宝安拿个小毯子摊在椅子上是原地午睡 那么街边的路边摊老板也是一排排的靠在水果堆里打瞌睡 不过现在大量的游客造访以后大家都不睡了 想要接住这破天的富贵 那么美团数据就显示了8月20号游戏上线当天 山西景区的旅游热度就增长了156% 云岗石窟景点的停车场现在根本是找不到停车位的 站在高处往下俯瞰 密密麻麻全都是游客 那么面对马上要到来的11假期 大陆旅行业者预测山西旅游还是会相当的旺 目前太原的旅游热度是同比上涨了47% 成为中国大陆热门目的地的第10名 还要请教敏珍这是关于大陆的人口政策 现在为了要减缓少子化其实双管齐下 除了鼓励生育之外 所以会调整跨国收养政策 希望把儿童留在大陆 你的观察 曾经靠着人口红利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大陆 如今每年新生儿数量大减 本世纪末还可能只剩下一半的人口 那么为了解决人口危机 大陆政府频频出招 更关上了跨国收养的大门 就是要把儿童留在国内 那么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宣布 中国大陆政府是调整了跨国收养的政策 今后除了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 旁系同辈血清的子女和继子女外 不再允许外国人来收养儿童 那么作为昔日的儿童跨国送养大国 大陆的这项决定是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有人口学家他就评论了 新动向与人口危机现状有关 也有媒体表达对中国大陆弃因何去何从的关切 担忧等同判处需要特殊医疗照顾的孩童 会在孤儿院度过童年 英国BBC就报道 过去三十多年来 美国一直是中国大陆儿童的最大的接收方 那么大陆的决策是来得相当的突然 美国是正在寻求中方对此做出更多的解释 那么网络平台上也有组织表示 原本已经为了多位美国家庭联系上可以收养的小孩 但目前是不知所措的 对于大陆的新政策 美国学者黄延中也提出了评论 他认为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配套措施 也没有对福利院加大投入或扩大规模 也没有提出要对相关的人员加强培训 来增加收养的能力 那么这会使得很多孤儿最终只能自己靠自己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